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女孩捡到帅哥的故事,植物图鉴 倒霉女孩河野是个初出忙碌的职场新人,一个人住在出租屋,还经常被公司上司责备 总之就是一个普通的像一株杂草的女孩,一晚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路上遇见一个男孩 男孩可怜的倒在雪地里,还说自己好饿走不动路了,请求河野将她捡回家 河野也是傻白甜,人设啊,毫无安全意识地把她带回家了,还因为白捡一个帅哥而傻笑起来 河野用一碗泡面喂饱了男孩,第二天早上,就在河野以为这是自己做的一个美梦时 却发现昨晚捡到男孩的事是真的,男孩为河野做了一顿早餐,直接把河野给吃出了眼泪 理由是,第一次有人亲手做饭给自己吃,吃完饭男孩准备收拾行李离开 河野心想怎么能让帅哥就这么跑掉呢,各种委婉地表达了对男孩手艺的喜欢 反正呢,男孩就像住了下来,男孩名叫阿树 阿树自从住进河野家呀,河野不仅不收他房租,还给他伙食费嘞 不得不感叹一句,长得帅就是好啊 当然了,阿树也不愿意当个吃白饭的,自己找了个便利店的伙,挣点零花钱 还每天给河野准备爱心便当,河野受上司气时也会给安慰 发了工资还第一时间买上情侣小车车,和河野一起出门踏青 总之,河野这一波也不算亏啊,假了个免费嘱咐不说,还可以和帅哥天天约会呢 不过阿树虽然住的挺久,但两人一直都是以室友的方式相处 虽然河野早就对阿树放心暗许,但他并没有明示 这种事怎么能让女孩子主动呢 直到一天,河野和阿树出门踏青 河野不小心扭到脚,阿树从兜里掏出一块粉红色的手帕和他用 河野当即就心凉了,这颜色一看就是别的女孩送给他的啊 阿树说这是同事的手帕,但河野还是没办法放心 下班后他准备去看阿树,却看见阿树和一个女店员说笑 女店员还问阿树他送给他的手帕好用吗 你说说这谁听了不气啊 河野是醋意横飞啊,气得从店里跑了出来 阿树也想跟河野解释啊,一天晚上专门去车站接他 却看见河野和一个男同事一起回家 阿树看见后果然变了脸 回家,两人就车轱辱车起皮来 你为什么和别的男人一起回家 你又为什么要收别的女孩的手帕啊 阿树直接来了一句,关你什么事啊 河野就借势表白说,因为我喜欢你啊 阿树一听就懵了,他亲吻了河野 第二天脸人就以情侣的身份开始相处了 开启了你浓我浓的虐狗模式 阿树还为河野过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日呢 送了他一本植物图鉴 那本来以为水道渠成故事就是美满结束了 突然有一天阿树就那么消失了 河野想从阿树的便利店同事那里问问阿树的消息 却因此被当成了跟踪狂 受尽委屈的河野啊,终于忍不住大爆发哭了起来 警察安慰他,别哭 让他父母来接他回家 虽然河野不想给再婚的母亲添麻烦 但也无可奈何 母亲看到女儿一个人的状态很不好 让他去自己家住 总之生活慢慢回归正轨 公司里喜欢他的男同事也向他告白了 但河野拒绝了 他用阿树给自己的植物图鉴认识了很多植物 也自己学会了做饭 在毫无征兆的一天呢 寄来了一个快递 邮寄署名是阿树的名字 这是阿树的一本书 今天正好是这本书的发布会 原来呀,阿树是一个富二代 之前之所以离家出走 是因为家里反对他研究食物 河野急忙奔去阿树的发布会 却看见一个女孩正亲密的和阿树讲话 失忆的河野又悄悄的回了家 回家却发现阿树早已等候多时 阿树深情的对他告白 是因为河野才让他找到自信 他要永远和河野在一起 最后两人成功在一起了 就像阿树说的一样 没有人是一棵杂草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但这种捡到白马王子的梦 就不要再做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